而且,他非常聪明,虽然是他带着人来冲阵,但是却另有三个人在他的面前,成一自行,将他那身子紧紧地遮住,在三个人中,有两个是白人,还有一个,看样子像是印度人,胡克党图本是国际罪犯的避难所,其中有一个印度人,也不觉得奇怪,这种情形,对于我要集中里根,增加了困难, 但是也证明了,只要我将里根击倒,局面便可以如我所料,不知再有困境了,我这次加倍小心,将枪管从我拨出的泥土孔中,伸了出去,同时,又将那孔拨大了些,以便我可以看到射击的目标,就在我将土孔拨大些的时候,基土十分疯乱,动了一下,里根一举起枪来,向我射击,他一举起枪来, 本来遮在他面前的两个人,自然不得不分了开来,我捕捉了这一闪急事的时机,翻动了枪击,两下枪声,几乎是同时发生的,我一翻动了枪击,立即身子向后一摇,而我尚未跌下土坑的时候,一大堆泥土,已向我压了下来,那堆泥土,显然是被里根的一枪击下来的, 那时,我也明白了里加素之所以害怕而不敢露面的原因,因为里根的确想置他于死地,里根当然不可能知道是我向他射击,他只是一发现山头上有一栋,便立即发枪,不错过可以杀死里加素的机会而已, 我跌到了土坑中,闻得半山腰上,想起了一阵的呐喊之声,中间紧张地问道,中了吗?我本来对自己的枪法,十分有信心,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,发出一枪,我却也不敢十分肯定,是否中的,但是听半山腰中那种混乱的声音,我那一枪,可能已经打中了里根,也说不定的,我一跃而起,又跃上了大坑, 向下看去,一看之下,我不禁一声欢呼,因为我看到里根道在血泊之中,胡克党徒,乱轰轰地围在他的旁边,我的一枪已将他打倒了,我连忙道,里加素,里根死了,可是,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里加素的声音,却并不怎么欢喜,而且还显得十分冷淡,道,你转过身来,从他的语言之中,我已注意到事情, 发生了必须极不寻常的变化,我立即转过身来,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,只见一个胡克党徒,手中的枪,正对准了凤天的脑后,凤天的面色,十分难看,里加素则扶着一丝尖叫,我一见这等情形,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我只当里加素是胆小表, 但是却未曾料到他,居然还如此偏诈,他竟由头至尾地利用着我们两人,而里根一死,他便立即翻脸复相认了,里加素冷猛地道,魏先生,请放下你手中的武器,我真想送一颗子弹进他的体内,但是,我不能不顾送奸,因此,我双手一抛,将手中的枪抛到了土坑之中,道, 李加素先生,人家说你是一个十分能干的人,如今我才知道,果然如此